《龙竹英雄》,魔化超蓝被吉他名称公布,王子又多了一种专属变身。 在《龙竹英雄》新时空大战片第三集剧情中,被吉他被达列斯的邪恶气息击中了。 但是这一次,被吉他并没有失去理智。 被吉他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,最终,塞亚人的荣耀战胜了邪恶之心,被吉他达成了一种全新的魔化超蓝形态。 由于当初官方并没有给出这种形态的确切名称, 粉丝们对此状态被吉他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,比如邪恶超蓝被吉他,魔化超蓝被吉他,物质超蓝被吉他等等。 而现在,官方终于公布了被吉他新形态的名称,那就是超蓝,暴走治愈状态。 名字听起来有点拗口,但是我们可以从字面意思去理解。 治愈在日语中的意思有驾驭、支配、控制、操纵等等,所以自状态可以理解成可以控制的暴走超蓝状态。 就这样,被吉他又多了一种专属形态。 回谷之前剧情,和悟空相比,被吉他貌似少了两种形态,分别是超三被吉他和超红被吉他。 其实,官方在动画中已经将这两种状态补上了。 超红被吉他 超红被吉他在剧场版《龙珠超》《布罗利》中有过登场。 力量大会之后,悟空和被吉他为了抢夺最后一颗龙珠,他们在冰之大陆遇到了《布罗利》。 被吉他首先上场,在战斗过程中,被吉他变身为超红。 神之气息环绕全身,火红色的气焰四处迸射,超红被吉他也十分帅气。 另外,在《龙珠超》漫画中,被吉他对战《黑悟空》和《魔罗》的时候也曾经变身为超红战斗过。 只不过,有不少人是纯动画党,还有部分观众当时看的是黑白漫画,颜色感不是那么明显。 在《龙珠英雄宇宙创生片》的剧情中,时空巡逻人孙悟空和被吉他被W博士召唤到了地狱中。 为了分析孙悟空和被吉他的战斗力数据,W博士一言不合就开打了。 在战斗过程中,被吉他曾经变身为超三战斗过。 被吉他除了超蓝,暴走治愈状态,还有另外两种专属变身。 超级赛争人魔化。 《魔人不殴》篇章,从地府修炼归来的被吉他隐隐约约,已经突破了那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。 于是,在后续战斗中,被吉他的表现十分暴躁,故意将自己邪恶的一面暴露了出来。 巴比迪注意到了这一点,于是利用魔法控制住了被吉他的心智,超级赛亚人魔化被吉他诞生。 超蓝进化状态,超蓝二。 《龙珠超力量大会》篇章,被吉他和孙悟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敌,吉连。 被吉他不甘心就这样落败,回想起了自己和加倍的约定,再一次赌上赛亚人的荣耀,用自己的方法成功突破席线,变身为超蓝进化状态。 此状态的被吉他肌肉会稍微膨胀,眉毛,头发以及瞳孔都会变成深蓝色,神之气焰中的粒子更大更明朗了。 大神官和比克都认为这种状态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的超蓝状态。 不管怎样,此次官方公开宣布新形态名称,是对被吉他的一种肯定,王子又多了一种专属变身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